沒有了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劉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2v2對戰 這場比賽是賽事地圖 這個地圖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地圖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中間有非常多的生物在這個山谷裡 山谷裡距離還有鮭魚群 這個非常寫實啊 這個就是鮭魚逆遊而上的故事啊 唉 太感人了 昨天是母親節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祝想成為媽媽的成為媽媽 想成為爸爸的 鮭魚群上面呢 是一個結冰湖啊 這個高原地帶有非常多的 這個什麼 圓洋 圓洋 應該是圓洋吧 這個洋呢 如果是讓蒙古來吃的話 覺得是吃到懷疑人生 吃到地用時代也沒問題 那蒙古其實也蠻適合的 那這兩張圖有點像是之前那個 Seed 我們的澳洲好朋友 跟那個Chart 一起雙達這個地圖 這個影片也快要 之前這個影片也快要一年前 那如果有興趣的觀眾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地圖也很久沒有做了 那稍微再看一下下方 下方就是一個暖和大草魚 有很多的果汁跟鹿啊 可以一直吃一直爽 那右邊的木頭 就木區是蠻稀薄的 那下方木區是比較多一點點 下方也是 那最下面呢 是這個鮭魚群的生活地帶呢 這裡有很多河鯉 這個人叫煉鯉啊 唸河鯉被糾正 這河鯉沒錯 這魚喔 可以一直吃啊 16片 哇塞大概30幾片吧 將近快要30片田的 30片魚的這個大魚 所以這下面喔 牆這個魚旋是蠻重要的 但是 其實重要程度 我覺得 有點蠻看 觀念的 像這個分段其實 我覺得 可能 會有人會去搶魚吧 呵呵 但我覺得搶魚也是蠻重要的 講實在 在外加啊 去下面偷蓋個碼頭 開始捕魚 讓這個經濟也會好一點 那如果要打這個 海的話 前面經濟就會很慘 那如果對面是一個正常雙打組合 例如前面外加出工兵 那那家出刺口 那如果你去搶魚的話 很容易就會搶到爆炸了 因為你出漁船啊 跟碼頭這些木材資源 那你的工兵人會少了一些 變成說你的隊友要變成一打二 就很難受 所以我才會說 這個雙打時候 這個魚群要不要搶 其實是有蠻看狀況的 如果對面是單純為死 沒有要爆兵的話 你這個魚群搶下來就很賺了 但是這是一個賭博行為 因為你要搶魚群的時候 就是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就該決定要不要去搶魚群了 那你這個時間點沒去搶 那就通常就是打一個雙打 我剛講完你們兩個就下魚 好 那看起來這兩位 波斯與拜登庭 是想來打魚的 波斯打魚的優勢是工作效率比較高一點 例如出一些魚船啊 或者是出這個 戰艦啊火戰船喔 都是比較快速一點 那巴安庭這邊是火戰船的攻擊速度比較快 所以打這個魚喔 是有優勢的 沒想到你還是打魚啦 如果葡萄牙這邊有看到對手 對方開始打海 打這個捕魚路線的話 所以就會考慮要不要去打這個工兵看喔 真的在挖金喔 挖金換我就是要打工兵了 村民也沒下去幹碼頭 應該就是沒有要打 等一下 六隻 是要來打獵是不是 是要來幹碼頭 兩隻村民 南道 南道就是那個南道 好對方已經看到了 這時候馬扎爾跟葡萄牙看到 哇靠你們居然給我在補魚 直接下軍營 要來棒棒來敲你的 馬頭了 但是如果出棒棒的話 其實意義不太大 這邊出工兵 稍微反擊一下就好 或是直接插進台 是可以的 這邊直接滴掉木牆之後 對手手速非常快速 直接再補一個木牆 哇這裡很秀啊 剛剛那個細節抄得我們回頭看一下 這個值得再看一次喔 這個怎麼秀的呢 來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他先把這個樹木砍倒之後 馬上蓋木牆 然後再滴掉 然後滴掉之後 對手也是馬上蓋下木牆 蓋成自己的木牆 所以對手就見不來了 哇這個細節喔 真是做好做滿 好馬扎這邊進不去的話 他應該會覺得很幹 哇靠 對手那個有點秀 這邊戰船要補嗎 要補個碼頭嗎 這個還是巴南提的碼頭 鐵的信用來打海 那這邊稍微把對手圍起來一下 既然你不讓我進去 那我就把你關起來了 關在地下室 想要幹嘛的時候就可以去地下室 自助詹 自己擠牛奶吃 好 好那這邊 直接升到封建時代 後面有九隻村民 跟這個馬舅的 沙爾的單位 做馬待會要出了 好 這邊升到封建時代 火戰船趕快出 趕快燒一燒 那這邊蓋這個木牆吸 意義不大 人家出個火魔筒出來 可以輕鬆的燒掉這些木牆 隨時都可以出去了 玩累就直接走 沒有關係的 有點看不太懂 兩邊在打什麼 看了有點痛苦 好 這裡馬上直接蓋了一個箭塔 這個打這個箭塔 我覺得 並不是什麼好消息 但是把對手逼走 就是一件 好事了嗎 這裡要繼續蓋 怎麼蓋了一半不蓋 蓋的位置有點算偏保守 如果說我就想要蓋這個位置 大概偏這個位置 可以稍微試到這邊 返回放 肉的這個魚船 當然沒有捕魚 但我捕果子 補一個效率最差的 這邊稍微小微一下 這個分段其實就是 我們平常在玩的玩家 大概1600分左右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幾分 大概是 1600或2000分左右的吧 看起來算是 因為他們有一定的概念 所以應該說分數不會太差 但 這個不捕魚 氣骸 就有點微妙 但有可能就是 他們就覺得 自己不會贏吧 這邊直接滴木牆 讓兩隻吃頭去收招這隻村民 這我觀點也是非常好 那有可能就是覺得 直接氣還會比較好 打強軍事 攻兵加刺猴 直接開到 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捕魚的話 就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家裡很容易 很空虛喔 對面打一個正常攻兵開局跟刺猴開 基本上就只有挨打的份 除非要插劍塔 就是這樣子 插劍塔經濟又不好 但是你經濟又可以吃肉捕魚 補魚就可以補這些經濟 所以你說這個地圖 補起來經濟會差嗎 其實也不一定 反正覺得 這個波斯跟半輪艇這樣打 算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可以吃到海的經濟優勢 那家直接圍死喔 兩邊都直接不出兵 直接打 只要外家吃好就好 那家這邊直接圍死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如果真的必要的話 再下個射箭場 出點毛病打一擋就好 也不需要花費太多資源 那這樣子 馬沙爾跟葡萄牙 經濟就會非常落後了 好這邊下了更多的房子 那心就是要擋 開二倍數來看一下 好這邊補一根箭塔 果然用這個箭塔防守 是最實際的 這根房子能擋住 這根箭塔搖好了 這塊區域安心手下 下面房子也不一定要硬撥 可以補這個位置也是可以的 沒錯 兵工廠下的位置 nice 這裡還有兩隻羊 在這裡 好那這邊有偷偷蓋馬 想要放魚船出來燒 但是被巡邏的 阿蘭廷人抓到了 這邊要不要取消呢 這火蒙桶 感覺取消會比較好 結果溢出來 這爆盆炸了一波 炸了一個殘血了 爆炸就是藝術 右邊 右邊小空繼續鬧 阿蘭廷這邊其實很難受 因為全部資源都出戰船 這邊直接跟TC隔離 不用這樣子吧 這邊蓋一個成本不是很好嗎 這裡補下第二根箭塔 鐵的心就是要在家裡農 我就是要龜 這兩邊覺得很硬 這兩個龜到爆 然後又給我農 然後又給我打海 海完全沒機會 很難受 這股魚一直被捕 看來就很心疼 很難受 但兩邊上城堡時間是差不多的 雖然就算沒有捕魚 也可以捕路上這些鹿肉 所以鹿肉其實也是很捕的 好 其實沒那種必要去這麼 針對喔 一定要捕到魚 上面也可以吃這些羊 對不對 大家自然的資源這麼多 好 那上面就是冰虎 我記得冰虎上面是不能蓋箭圖物的 所以上面的模仿就只能蓋那個冰冰角角 喔這邊出來 臭命直接被抓個一波 太慘烈了 反正想要蓋TC吧 哇 這裡直接被塗爛了 直接死了四村 好 這裡直接下個箭塔 想要來燒我對手 但這邊下這根箭塔 我覺得意義不太大 因為這個箭塔 就是讓這一區沒辦法採木頭而已 除非你要把所有的木須 全部都弄成箭塔 那就有意義了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 波士 直接出了騎士來幫忙隊友 這邊直接變成奴兵 開設右邊的村民 這裡沒有捕魚跟箭塔 有點虧喔 這時候再下箭塔的話 可能會有點受傷 直接後撤 會比較好 上面這裡沒辦法圍死 有點困了 好 看至少可以讓這方繞路一下 好 那捕魚的優勢 會不會打出來嗎 那目前村民領先人 是波士跟巴恩廷隊 馬扎仔跟葡萄牙全力進攻 那葡萄牙出攻兵的話也很省 這個單位有減免 黃金減免 下一個馬舅 這邊稍微減出一下囉 這邊感覺重頭戲要來 直接無視你TC走到下面 直接射爆 再射一下再射一下 好 騎士往上拉 大家現在已經有二攻的優勢了 免費的攻擊力加重 但是對方波士是零攻 所以打起來馬扎仔是有一定的優勢 而且優勢還蠻大的 但是對方數量比較多喔 還是要小心點 但後方有隊友的工兵支援 這一波應該是壓得回去 但是波士TC工作效率很好 村民現在領先非常多 58村 對上對面只有41村 各人45村而已喔 那葡萄牙這邊可能要趕快 挖出一棟城堡來 這邊想要蓋這個市集嗎 這裡沒有石頭可以挖 尷尬 這邊下了馬多馬舟 拜登田打馬舟應該是想要出駱駝 因為拜登田駱駝很便宜喔 跟這個垃圾兵的折扣是一模一樣的 好 玩 補出了駱駝 畢竟現在要補魚優勢嘛 有肉的話跟黃金 出駱駝的話壓力上比較小一點 打對方的馬扎仔的騎兵也是比較簡單 但是對方有出弓兵喔 駱駝還是會被射爛 像這樣子 直接倒地 所以這邊就有點考驗 托斯跟班安婷這邊之間的默契 後面出了一些僧侶 要來反制一下駱駝 這個打得還不錯喔 這個戰術 感覺他們分數也不低啊 至少 我目測應該是有1600分以上 至少一定是比我強 這看起來是有料的 這些選手我不太熟悉 沒有辦法 好 收掉了這個兩隻 點下了二方 上方聖女直接 偷偷地往前前進 想要給對手更大壓力 當然葡萄牙這邊開出了TC 那現在有開出TC的對面 葡萄牙只有開出了2TC喔 上面其實是直接繞到了後面 想要來弄爆葡萄家裡 家裡這邊防守其實有點空虛喔 很多洞要補 這邊能把洞補完嗎 還是要直接去打後面呢 後面其實更爽 馬在家裡基本上沒有任何的防禦公式 所有的軍事卷主都在前線喔 所以這邊直接被繞了一波被 這邊這邊一定要硬打一波 打出點東西來喔 才會白白 喔不是 才會有點經濟鑽頭喔 欸你幹嘛你幹嘛 欸他沒有看到 哇他決定要打外加 OK那這邊葡萄牙可以犧牲自己完成大我 這邊可能趕快圍 來幾嗎 這邊還有一個洞 下個兵工場 這個穴有點大 完蛋 這個穴直接讓 紅色葡萄牙 正面炸裂 筍桿爆炸 好但是工兵跟騎士順利的把這個TC給擊垮 工程序繼續前壓 葡萄牙稍微收到經濟傷害 但是波斯這邊沒有放棄出兵喔 兵也是越出越多 攻擊力 攻擊力剩了一攻 防禦力剩二攻 二防了 TC這邊圖了非常多村民 3TC臨時補相 所以有一些村民逃進去 損失並沒有非常誇張 還能打 這個還沒有可以打出GG的時候 畢竟也換了對方的TC跟農田 其實還不虧 所以等一下救贖思想 還可以把半人挺的這個馬舊給招過來 好在這邊吃TC的傷害其實有點傷 神奇有閒射攻兵 唉唷 會玩會玩 在控TC 好這兩個頭子車依舊給壓力 目前波斯也沒有轉駝士車幫忙 波斯塔要不要轉一下呢 駱駝這邊稍微想要反打一下嗎 這邊打的可能壓力很大 這邊後面波斯又拉了一坨騎兵 到了外加的 波斯塔 直接做燒了 但這邊有勝利在做著響 又把這邊少量騎兵給逼了回去 好正面再來回來看一下 正面的兵 他們覺得任務有點少了 直接想要繞背 繞甘一波 想要抓生女 但生女沒花的一時間抓掉 還是招掉了三隻騎士 若駝這邊亂串沒有第八時間 輸出 這個有點空過頭了 波斯塔 這邊輸出的效率並不是很好 完蛋這邊攻兵一直射一直爽 那讓對面馬札爾拿到巨大的優勢 馬札爾現在數量標準不關西 哇這邊果然打輸啦 波斯塔有點在下水餃 突然看到這個操作又覺得他們是1600分了 又覺得合理了 分數又合理了 然後剛剛這個葡萄操作也是喔 沒有直接去找後面馬札爾玩 有點可惜 他直接跑到後面馬札爾 不是找葡萄爾的話 可能會大豐收 但這邊騎兵再度來到了這邊 又可以抓個一波 但這邊第一波大戰打輸了 半戰艇跟波斯壓力已經非常巨大 這邊可能會被直接一套帶走嗎 雖然拿下了海域優勢 畢業開始在灑網 但是馬札爾這邊大量的軍事 騎士直接咽了上來 騎士又再下了一波水餃 TC又先射掉老頭 非常正確的觀念 這邊騎士回頭砍TC 要把裡面的村民給逼得出來 反正半戰體的TC血量狠度 3000滴血 最後還是打得出來 舒服了舒服了 裡面的村民都噴得出來 噴得滿滿都是村民 好 那葡萄爾的TC只剩下最後一個 這邊馬札爾直接要TC 直接印爆也沒問題 要來印上了嗎 印都 在這邊圍死 哇 沒地方跑 葡萄牙好難受 村民只能四處晃來晃去 先砍TC 村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逃跑嗎 好 這邊勝率招個一波 當然還是決定要招騎士 好 先招莫陀 招招招掉一隻 剩下老頭沒有招好乾淨 好 這邊TC居然沒有打爆 因為巴林提的TC血量有3700滴血 打了很久 最後決定不爆了 但這邊工兵依舊爽爽的輸出 基本也不用靠 後面這一坨也是打得非常激烈 但是目前波斯的兵一直補了過來 但是馬札爾的兵依舊還是有很大的數量壓制 前置馬舟就是這麼爽 還有20隻騎士 哇靠 打得有點屌啊 後面騎士再鬧了一波 感覺葡萄牙已經快要跟戰士沒有關係了 感覺波斯要來一打二了 波斯的經濟來到110村 經濟其實還不錯 那對方兩邊的村民加起來也快要接近於波斯的村民宿 村民宿依舊還是有點落後 上面這邊再開更多TC要來搶 那這個城堡沒蓋起來有點虧 這邊來了工兵加上大量騎士18隻 那右上角有更多的波斯的TC 我們發現波斯在那邊偷偷爆經濟 決定要來上面督根喔 結果上面這裡 葡萄牙在那邊偷了一個TC在上方啊 還以為他只有最後一個TC 結果後面還有 哇 騙了對手了 騙了我 非常厲害 兩邊都專注在打架的時候 就很容易這樣子 只能關注於眼前這種事情 好這個人車馬趕快滴掉喔 這個沒滴掉損失650的石頭了 波斯會記得滴嗎 我記得滴耶 石頭還回去了 好這時候 葡萄牙終於補下一斤農田 這時候有些工兵也過來 射掉了這些魚船 OK細節都做滿 我突然覺得他們又有2000家了 好奇怪 這個分數是會變動的嗎 好啦至少應該有1600分以上 至少 至少 好這邊路也是瘋狂吃 這邊TC沒意外的話也是要爆掉了 波斯的TC是兩倍喔 哇 這兩家的建築物血量都是暴躲的 好TC的部分 好這邊村民直接噴了出來 損失一些村民術 有點可惜 但是依舊還是要爆點騎士擋一下 這個老頭砍到這邊突然不砍 讓對方賺到 還好 右邊這邊蓋了中城堡 珍貴的金礦區稍微可以守住 如果可以的話 這邊再補玉跟城堡會更好 就是這個位置喔 或是他們也是慢慢往上牽喔 把自己的經濟補到這個礦區 中間也是出了一些戰劍 但戰劍的問題就是很容易被招響 就像這樣子 但是有事實反擊的話是有機會燒掉 哇這個老頭賺 賺了賺了賺了 好波斯補一下手推車 準備應該是要上帝王時代 但經濟上有點不太可能 這個資源有點慘 出了太多的騎士喔 跟村民 這種一直打架的影片就是一直爽 很有趣喔 但波斯這邊經濟慢慢爆起來喔 3TC開農 零出兵 我一隻兵就不出 我就是要農而已 好馬頭蓋在對面 御船這邊稍微跑路對面 這邊騎士慢慢數量 壓得回去嗎 也沒有 波斯的騎士數量 還是輸給馬札了 當然右邊有自己的城堡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好這邊火戰船直接北上 火戰船要被招走囉 繼續繼續北上繼續北上 趕快北 好這邊騎士直接沿到了波斯的領地 波斯趕快要來一團騎士團 過來防守會比較好 這裡有非常多的騎士 直接塗到了波斯的村民 一團騎士過來拯救 但是這時候點一下帝王時代 波斯能夠拯救世界嗎 波斯這個文明很特別 他是有遊俠又有重裝駱駝的文明 雖然他其實出駱駝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出駱駝的話 遇到這些 工兵跟森里爾就會很難受 雖然騎士也是 但我覺得現在出騎士是正確的選擇 不然對方的 工兵是一個難解肢體 好 正面有出了一些少量駱駝 跟正面的馬扎爾的騎士護砍 看這邊接觸面積對波斯是有利的 因為面積並不長 對方馬扎爾的有些騎士在後面亂串 沒辦法輸出 而且這邊又是波斯的出兵點 但是這邊有點駱駝出太多了 這邊可能要再補一些騎士 馬扎爾這邊有點用盡全力了 他這邊單TC 沒有再爆經濟的關係 很有可能喔 這個會被一套帶走 我覺得打了太久了 這個騎士爆了 這個35隻騎士 一隻安一隻爽 但是就是沒爆經濟 他太想一套打死對手了 但是確實也是打得不錯 並沒有說這個打法並不好 只是你拖得越久 就讓波斯越有機會可以反擊 所以上方這一塊經濟區 你也拿不下來 腿龍就被逆轉了 波斯這邊生下重裝騎士 跟重裝駱駝 帝龍師帶好了之後 開始就是波斯的天下了 打到開始沒有經濟 會開始解解敗退囉 應該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波斯 這個馬扎爾怎麼還沒有地盟時代 應該是邊打邊爆經濟的阿 結果他是 邊打不爆經濟 只爆兵 這邊這個成本沒有辦法幫到隊友 只能撤了 工兵過來稍微拯救 喔這個是什麼 森旅團 森旅大隊 OK 重裝駱駝 還有五秒 工兵駱駝正面開戰 森旅招響了一波 森旅團直接 問他要不要信教 問到一半突然覺得 對面不想信了 直接撤退 趕快撥下三級射 還有這個強弩 撲塔爾這邊也開始出關囉 點下地龍實彈奴賓 那馬扎爾這邊還沒有爆經濟 這時候還突然想到爆經濟 3TC終於補下 這一隊工兵大隊 還沒有升到強弩 還是有機會的 好 那這邊打了一個分線 大量重裝騎士直奔 葡萄牙的領地 然後來騷擾這些礦區 讓葡萄牙稍微斷進一下 左邊這邊又再次開戰 但是後面再次有弓兵的加成 駱駝不能直接硬打 算是重裝駱駝了 好 這邊可能要搭配一下 隊友的弩兵出來 但是這邊隊友在等帝王時代 所以他這邊可能不想要開戰 這邊重裝騎士繼續往家裡放送 但是對手不太好 已經轉出了急兵 有急兵的話 應該家裡就可以守住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驚慌處應該可以穩穩的把他下來 好 終於是用來強弩 開到左邊這一波交戰 這裡強弩直接射駱駝很痛 但是勝率就很煩 拖彈牙這邊 帝王時代還有30秒 弓兵只有17隻 希望其實並不多 好 帝王時代一毫 馬上趕快補一下強弩 快戰艇強弩 要跑點 趕趕點 沒有支援點 尷尬 現在有支援了 可是對手的馬大騎士已經淹過來 怎麼辦呢 所以我的騎士沒有在家裡 這邊直接逼到了TC處 騎士直接進來鬧了一波 奴兵只能撤 到處都在等燈等燈 哇 葡萄的村被塗得很慘 但是還103村 OK 下方直接用駱駝 印上這些森旅團 加上這些強弩 這樣打是正確的選擇嗎 我不知道 但是 能換掉一些強弩 就是很賺 讓對方的強弩 撕出一些數量 這邊騎士也是沒有打算要撤了 我就砍個一波 反正自己對手不死也殘了 這坨進來真的是很難受 快按更多的重裝駱駝 來擋一下 馬大騎士還沒點下地龍師彈 波斯點下遊俠 遊俠這邊可以逆轉嗎 村民數只有122村 葡萄牙村民更少只有61 很慘啊 這裡都沒有小微 哇 這裡都沒有小微就會很悲劇 這一騎士依舊可以硬扛這些村民的 這邊後面騎士也是鬧到了馬大騎士家裡 這個波斯很忙啊 要救隊友還要再去弄對手 還要去抓對方的強弩團 雖然剛剛抓強弩 用這個重裝駱駝去抓有點虧啊 沒有關係喔 遊俠已經轉好 可不可以用遊俠打贏這一波交戰呢 好 戰況越來越激烈 馬大騎士彈還沒有點 15兩魚就不夠 經濟很慘 只有78村 跟被剛圖完村的 扑萄牙經濟實是差不多的 好 遊俠打重裝騎士 綽綽有餘 好 但是這邊破洞 頭好痛 又沒有秀 好 戰遊俠已經跑到了 扑萄牙家裡 11冰 開戳 守住第一波遊俠的騷擾 但第二波大坨在這裡啊 這一坨才是核心重點 只要讓馬大沒有機會 上到地獄的時代 基本上波斯聯隊們了 就十拿九穩了 兩邊經濟分數其實差不多 更多的清騎兵走出來 看來資源有點見底了 需要斬出清騎兵 你這個強弩到底要不要按 這個霸彈體在搞什麼鬼 還在爆村民是不是 強弩按下去之後 這些疾兵 能做到事情就會比較少 跟著隊友一起潛壓 當然這些遊俠還是圖到非常多村民 馬大村民只剩下76隻 先騎兵再度過來集結 但疾兵也過來 隊友也是全力回防 現在是波斯跟霸彈體的全面大反攻 那這邊波斯爆兵爆得非常漂亮 到處都有遊俠 再到處亂竄 這裡是打了大概七八個分推吧 哇 這個多線分推太猛了 真的是推爛 但其實畢竟防守也是蠻快速的 到處都有幾英帶亂竄的關係 所以這一波防禦也是守下來了 但是對手受不了打出了聚聚 波斯100 183隻的遊俠 太狠了 直接串爛了 那他這邊 前邊打的真是很極限 瘋狂打架 瘋狂打架 跟葡萄沒有拿下來 真是有點虧 那後期 雖然葡萄也是出了一些戰禁 去清理海上的一些經濟 但其實海上經濟也沒顯得那麼重要 最近後面這些田 才是他們的主力經濟 還有後方的波斯農田 才是他主要的經濟來源 海上經濟真的不是很重要 那上方的這個路 他這個遊在偷偷吃路也是蠻關鍵的 也是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 沒意外應該是由波斯拿下了首勝 經濟非常好 波斯一打二 順利拿下這場比賽 我覺得這張地圖也是顯得非常有趣的 那我覺得波斯就是蠻適合新手去練的一個文明 因為這個波斯的工作 TC的工作效率非常好 可以讓你去練習經濟爆 基本上只要經濟爆 你打團戰 就不會太遜色與別人 你經濟夠好自然就可以爆出一大堆病 可以去反擊對手 控兵之類的 所以我也蠻希望 如果有玩家想要練世紀帝國的話 波斯真是你的首選 畢竟你的 你除了遊俠可以玩之外 還有這個重裝駱駝 你真的沒有經濟的時候 又可以打不用黃金的工兵 所以波斯真是我心目中的 屬一屬二喜歡的文明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再次影片的話 那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大家下集見 再見